天然气管线就这么悬空在墙外 没有安全固定设施 有的甚至仅用一根木棍加上胶带捆住而已 这也是台北市南港路三段106项一处公寓后方 因为外墙被认定占用隔壁土地 两年前建商拆除占用墙壁后 却造成原本的天然气管线及瓦斯表外露悬空 让住户每次遇到台风地震 就担心会发生瓦斯外泄意外 怎么讲 这个瓦斯馆它拆屋之后就一直闲在那边 然后我们一直在反应 当然很烦恼 因为它你进去看 它就是一根 那个棍子还是我们自己弄好的 闲在那边的 那个心如担心危险 然后这个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 它一直透过很多管道都没有 都没有很好的回应 其实都很担心 台风地震 不可一致的很多都是 而且你看这那边 你要说有个什么 比较不正常的 说去晃一晃还怎么样 你看那事情谁负责 而且这边的住户那么密集 对 当初住40周年前就住在这边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侵权的问题 那你把它拆掉之后呢 瓦斯管线也没有妥善的处理 那就变成造成一个公共安全在这边 但是建商也是不闻不问 那这个新湖的瓦斯呢 也是就是要求每一户要付个一两万块 那明系是什么也不知道 也没有辨明的一个缴费措施 那这实在是相当的非常的不合理 当地新系里里长胡佳阳 邀请新湖天然气公司人员前往会刊 并向台北市政府裁判局反映相关情况 裁判局方面回应表示 会以公共安全为最优先考量 协调新湖天然气 针对有安全疑虑的天然气管线进行改善 希望能赶在过年前完成 那现在最新的状况就是说 产发局已经指示 新湖天然气呢 这两天立刻进场做改善 在年前呢就会改善完毕 至于改管所延伸的费用问题 北市府会在协调住户与建商 及新湖天然气方面沟通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